作詞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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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Dola 現在25歲 目前從事護理相關方面的工作 手術目前到現在過了三個月 我會做這一個手術 主要是因為我之前有做過 然後原本的家體鑽藥創除 而且我想要改善我鼻口外肉的情形 因為之前的手術沒有改善我想要的問題 每個人都看得出來 尤其鼻頭就是很透明 可以看得到感覺裡面有東西 然後經過這次手術之後 大家都覺得鼻子的形狀整個就是變漂亮了 尤其鼻孔外肉的情形感散了很多 側面的形狀也是我想要的樣子 也不會太假 以前我拍照的時候 我都會修鼻孔 尤其鼻翼啊 鼻孔外肉的情形 然後三根會想要就是修挺一點 然後現在拍照就是都不用修了 就是整個角度都怎麼拍都好看 因為你的鼻子以前有做過一段是矽膠的濃鼻 那時間有點久喔 所以後來造成有點軟縮 變成有點朝天鼻 加上可能本來你的鼻翼兩側的肉就比較短 所以這個朝天皮會變比較明顯 而且鼻頭這邊皮膚其實已經變薄了 那可能接下來幾年內皮膚會越來越薄 所以接下來要做的話 勢必要把裡面的矽膠模型拿掉 接下來我們會用一體的肋骨 去重新幫你重建鼻中隔 上面的地方呢 會幫你用客製化的卡麥拉去調出適合你的鼻型 因為就現在你的模型來看有點太細了 夾體感也非常的重 而且它跟你的眉骨銜接上也不是非常的好 那困難的部分是在於你的鼻孔外露的部分 到時候也會盡量幫你用一體的肋軟骨 幫你把鼻翼的下緣盡量往前延伸 改善這個鼻孔外露的情況 朱醫師是一個就是很nice很有親和力的醫生 然後我有把我想要的需求跟他講 他都可以接受 而且他跟我講解的時候非常的仔細 可以跟我說我想要的樣子 然後因為我原本是說我鼻孔不要整個露出來 可是他說我的先天條件的關係 所以沒辦法改善這麼多 但是他會盡量把我改善 所以他不是一面的追隨就是客人的要求 他有他自己的專業 我覺得還蠻可以信任的醫生 我做人的意見 你也不願意看 有多難溝 之後再加上去 還有什麼叫做人的 你也不自然 請問我 你也不敦 這樣可以 你也不忍心